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电区公所为了让区内行道事物在灾损复原及维护上更加快速 将每棵路数挂上的身份证牌子并且建党控管 每年的农历3月23号大平临武装都会举办放军绕境的活动 由各宫庙镇头绕行市区借此祈求国台民安风调雨顺 现在正值佑花盛开巴黎一家景观餐厅推出了佑花料理和下午茶 要让顾客感受白色佑花的浪漫气息 105年综合所得税申报从5月1号起到6月1号截止 请民众注意时间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要来看的是实定老人会歌唱班的长辈们 是如何透过歌唱让他们越唱越开心 为了辨识身份每个人都有身份证 而现在新电区的每一棵行道树也都有了身份证 新电区公所表示过去如果有路数倾倒 民众在通报时往往要花许多的时间和人力确认 因此现在以路灯编列号码的方式 将区内围管的行道树都挂上了树牌编号 并且建立资料库 如此一来就能够更快速地进行养护及灾损复原的工作 最近走在新电市区街道 是不是发现每棵行道树上都多了一面牌子 这面牌子其实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 新电区长林黄元表示 104年苏迪勒台风造成了新北市行道树灾损严重 在抢灾复原时往往都为了要确认位置 花费了许多时间与人力 因此公所团队灵机一动 便想出了笔照路灯编列号码的方式 建立区内行道树的资料库 我们的树这么重要 大家都这么爱树 而且树对我们整个一个都市景观 还有环境空气品质是这么一个重要 竟然没有一个身份来对他一个照顾 所以才想到说比照我们的那个电杆 还有我们的路灯来给他做一个编号 做一个定位 除了编号列管还会将树木的生长状况 维护情形全部建档 且在确实定位之后 只要民众发现行道树有任何的状况 只要打电话到公所告知牌子上的编号 公所就能够立即派员前往处理 把这棵树的一个健康状况 成长的一个状况 它的一个情形 做一个建档 以后的话 不管是台风天 民众 万一这棵树有受到这个风灾影响 或是在这个做施工的时候 有去影响到民众 或是有病虫害的时候 民众都可以跟马上跟公所反应 公所可以马上把这棵树的资料调出来 马上可以去做了解 做一个非常适当的一个处置 新店区公所表示 考量到树木生长与视觉景观 树牌以透明塑胶材质 及弹性尼龙绳绳绑定 而目前新店区内有近2000棵的行道树 都已经领有陆树的身份证 未来将会陆续将市区内的行道树 一一建档 让维护工作可以更加的快速 同时营造新店区成为绿狼生活的优质环境 记者杨帮小赵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放军绕境活动 是新店区大平林武装 流传已久的民间信仰 每年都在农历3月23号 妈祖诞辰这天举办 大平林武装各土地公庙 众神首先会在大平林泰山岩 显映祖师庙进行过活仪式 随后各公庙 镇头队伍就会集结在新店市区 绕境十分的热闹 每年的农历3月23号这天 新店区大平林武装 都会举行放军绕境活动 一大早武装境内的土地公 众神就在大平林泰山岩显映祖师庙前空地 先进行过活仪式 由祖师公带领 众神明 神教 还有信仲 一通过点燃熊熊大火的金纸 行政区县里长林木吉表示 大平林武装的放军绕境 起源于过去大平林武装 执役的保抖措 遭遇虫害 道座欠收 因此祖师公显灵 指示要放军绕境 派遣神兵神将战守四方 从此地方五股丰收 这个传统民俗也因此流传到现在 放军的活动是因为 要祖师爷庙 要出巡去放兵将 在这武装 要保持国大民安 风调雨顺 让我们在以前雾龙的 能五股丰收 能处平安 所以呢 这个放军活动一半 已经在这里已经好几十年了 似乎上百年的历史 役火仪式结束 大平林各里的宫庙 镇头共同组成 银神绕境队伍 浩浩荡荡绕行新店市区 各重要街道 沿途 罗虎齐名 热闹滚滚 居民店家也持乡祭拜 祈求平安 生意兴隆 由于放军绕境活动 在地方上 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 对于许多大平林武装的信众来说 更是求取平安 繁荣的重要仪式 因此地方上也期待 能够永久的流传 记者成品 咱们齐新店 采放报道 一到了四月份 又花盛开 白色花朵在枝头绽放 相当的漂亮 在巴里山区的一家景观餐厅 也趁着这个时候 推出了季节料理 其中香煎又花鲑鱼排 就是以又花作为沾酱 搭配着金黄酥脆的鲑鱼排 不仅美味 入口还飘散着淡淡的花香 另外呢 还有各式各样的又花甜点 让顾客在花下用餐 享受美食 也感受白色浪漫 白色的又花 在枝头上绽放 飘散着一股淡淡清香 现在来到巴黎 不仅能够一赏 美丽浪漫的白色又花 还能够吃到 以又花为主题的季节料理 位于巴黎山区 一家景观餐厅 趁着又花盛开之际 推出了香煎又花鲑鱼排 以及各式各样的 又花下午茶和甜点 我们用这个奶油酱 加上这个又花呢 下去做的一个特殊的酱料 然后拌上这个鲑鱼呢 味道就很不一样 这样子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 柚子饼干 然后又花的蛋糕 然后又花奶茶 跟又花咖啡 还有又花拿铁 煎的金黄酥脆的鲑鱼排 搭配着炒饭 再沾上一点又花奶油酱 不但美味 入口还能够闻到花香 令人惊艳 这个酱料有加那个 又香的味道 然后配这个的话 就是吃起来跟一般外面的 那个香菇料也不一样 那这个鲑鱼很新鲜 然后吃起来就很 就是咸辣刚刚好 适中 然后很合 配饭很下得了味 除了主餐 又花和柚子酱 也都能够做成甜点 像是起司蛋糕 手工饼干 还有又花奶茶 就民众表示 是第一次吃到又花甜点 非常的惊喜 而且吃起来清爽可口 甜而不腻 这个蛋糕就是 它本身有一点奶香 奶香味算蛮重的 然后因为 起司蛋糕很怕 就是会太腻 然后它有搭配这个柚子酱 会觉得比较爽 清爽这样子 业者表示 今年因为气候的影响 开花的时间稍微延长 但最长也只有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想要来赏花的民众 得要好好把握 今年的天气呢 就是还没有到夏天 所以它大概是大概四月份 四月份大概维持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左右 然后因为呢 我们现在的天气就比较冷 所以它会稍微 拖比较长一点 如果天气一下子又变热的时候 它就会变 稍微时间比较短了 四月份是柚花盛开季节 由于景观餐厅园区内 都种满了柚子 所以现在白色柚花 就围绕在餐厅的周遭 朵朵白花带来了浪漫气氛 入菜之后 清雅的花香味 让料理是更加的美味 记者杨邦小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105年综合所得税申报 将从5月1号起展开 提醒纳税义务人 今年因为端午廉价的关系 因此申报截止日 将往后顺延一天 也就是到6月1号截止 网络申报除了可以利用 自然人凭证 金融凭证 另外呢 从去年起还新增的健保卡 加上注册密码 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105年综合所得税申报 将从5月1号起展开 提醒纳税义务人 今年因为端午廉价的缘故 因此申报截止日 将往后顺延一天 以书节5月31号 当天暴增的暴税人潮 这也是财政部首度 针对31日非假日 延长申报截止日 今年的那个申报时间的话 也是从5月1号到6月1号 那因为是中间有一个连续假期 那所以说时间有延一天 就是到6月1号 今年申报所得税 除了可以零贵申报之外 还是鼓励民众多利用网络报税 网络申报方式相当多元 除了过去经常采用的自然人凭证 从去年起还新增健保卡 及注册密码网络报税 原则上还是有自然人凭证 然后工商凭 就是你那个金融凭证的部分 那今年跟去年一样 还多了一个健保卡 你如果说在健保局那边 健保署那边有做一个注册以后 你就可以用健保卡部分直接下载 要不然就是直接到各区的 各地区的国税局 去直接做查掉所得这样子 但提醒民众 如果使用健保卡结算申报所得税 必须先凌贵或是网络申办 健保卡网络服务注册 进行认证并设定密码 这项服务完全不需要费用 要民众在申报所得税时 建议在申报书或是报税软体 填载金融机构账号 如果有退税产生 就可以直接化拨到账号 如果没有填载账号 今年的申报书表与报税软体 已增设30元以下 小额退税领取意愿勾选栏位 民众如果不愿意领取小额退税 可以在申报书勾选该两位 记者申评咱们其 新店财宝报导 广告后是活力休息下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本公司已经开始陆续转换新店区 深坑区的数位讯号 请收视户尽快来电 预约升装数位机上盒 快速约装专线66283399 大新店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数位生活好方便 每个礼拜二的下午 在石定峰子林活动中心 歌唱班的学员们 都会聚在这里一块练习 来学唱歌的长辈们说 年纪大了在家闲闲无事 出来参加课程 可以学到怎么唱歌 而有人是从不会害怕开口唱 到现在每一位阿公阿嬷唱起歌来 中气十足自信满满 更重要的是来这里还能够跟大伙聊聊天 生活也快乐丰富多了 好 不是 咱们才 我愛 愛也行 我從歌詞進入感情 然後教旋律就是音準 然後最後才配上節奏 當然要有耐心 因為對他們來講 可能一次 兩次 三次 甚至五六次 每一首歌都是 很仔細的告訴他們 以前在《烏讀》就有了 在九十三年就有了 就有這個籌備 就有開始開班 因為我想給老人家 能夠快快樂樂的 心情比較好 在家裡可以 有這個老人會辦事 想說沒有給我來參加 參加大家都好像 沒有說有實在一些朋友 是說現在有太極錢 還有唱歌 都這樣 大家五路 才會過日子 來這裡差不多三四年了 來這裡就好像一個大家庭 那因為本來我就會 在家裡會有卡拉OK 會亂唱 但是來這裡 我們那個姚龍老師在戴 戴得很好 她是每一條 就是學每一條歌 她都會 會一條一條 一個人一個人 這樣子跟我們戴 萬一師傅 要比較準時 所以我都要把你握 握握握握握握 其實要穩 要穩 不要拆不太長 但是你要等起來 就是唱第二首就是 前面都有修指符 真的修指符 你就是斷著 放著我心看 數量對面看 平均年紀都七十五到八十歲 我覺得 從他們完全不會 不管是國語台語 甚至我們以前 還有教過一些日語歌曲 就是非常的仔細帶領他們 那每一次他們就 完全不會 但是他們很精神非常好 他們會用最 很仔細的聽我的怎麼唱 一次一句從頭開始 以前連Doremi都不會 現在都會 學得都很好 大家唱得也都蠻不錯 現在像去玩遊覽車 會跟人家敢唱 以前都不敢唱 有時候又很六關就對了 怕要唱我很六關 比較不久 在家裡亂不想 出來 跟老朋友 到底人覺得 對 人家很活潑 應該是很好的 製造說 我用不可她擁有 日本的歌手 有些人 又有些人 寫歌 有些人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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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喜歡 我們這個老大人有一個很好過日 很好過日 這樣 喻喻喻喻喻 大家在這裡 在家裡就沒創生了 我們那幾歲了 我活到已經86歲了 所以我來唱歌比較快樂 她說我媽媽進步很多了 以前都不會唱 從開始的時候連麥克風都不敢拿 現在都會拿了 上課是比較拘謹一點 嚴肅一點 因為畢竟我們是老師 私底下其實他們都就像 我是他們的孩子一樣 不過因為我都把她當哥哥姐姐 所以他們就對我非常好 常常家裡有菜啊 自己種的都送給我 不一定要花錢才可以得到快樂 我們大家記在一起的話 唱唱歌 最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感覺我自己很年輕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我來輸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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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給人家 我來輸給人家 我是我的年輕人 我來輸給人家 我來輸給人家 本月份起将针对新店全区逐区进行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将无法收拾数位有线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家庭影音新世界高画质节目立即看 现在升版数位有线电视家庭号 多功能料理锅 Foreign One点心机日式电动按摩店好理三选一 加码再送HBO电影套餐免费看 身装专线2917-3939 大线的宽评让您全家吃到饱不降素 升版高速上网指定方案立即想家电好理三选一 上网月租费全额折底看片金 再送上网时间管理 身装专线2917-3939 106年使用牌照税 4月1号开征 缴纳期限原本到4月30号截止 因逢假日因此顺延到5月2号 请民众按时缴纳以免受罚 签电地震事务所推出书写范例一助手 提供民众常用之各类案件触控式书写范例 申请书自行灯打列印 法令条文书及查阅等服务 欢迎多加利用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